大家好,我是Steven,我是Christy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一个 如果存钱,存十年可以有多少呢? 十年间披萨变豪宅,究竟是什么资产级别? 是一个全新的资产级别,它叫比特币 每一年,比特币的投资者都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5月22日,我们叫做Pizza Day 5月22日,在2010年,有个电脑程式员,叫Lazzo 它被视为做了一个有记录下第一个比特币的交易 这个交易为什么这么轰动呢? 首先,证明了原来有人肯收比特币 原来在2010年就有人肯收了 那Lazzo做了什么呢? 就是拿了1万粒的比特币 买了几个Pizza 那时候价值,加上这1万粒都是大概30美金左右 那当然了,这1万个比特币 去到2023年,即是接近现在这些时候 说的是天文数字,Christy 说一下这个数字是多大? 是2亿多的美金 2亿多的美金,对港币 起码差不多是20亿 对,20亿,19亿,19亿,差不多20亿 大家其实要想的是什么呢? 不只是想比特币过去10年的升幅很厉害 要想的是,大家要看自己的投资组合 大家要看过去10年里面 因为我们说的是资产级别 房子做了什么?黄金做了什么? 香港股市做了什么? 或者环球股市做了什么? 因为大家的投资是一个对比 这个很特别,我们下一个slide 究竟20亿,19亿是什么概念呢? Christy就很厉害了 找了有史以来 最贵的独立屋成交 对 就是由马云马入的 马生 马生当然买了一间很漂亮的屋 据说那时候是2015年成交 对,15亿 刚才说的是20亿 对,所以是不单只买完一间 15亿的独立屋 还要有四五千万零用钱给你花 所以 不可以说比特币是没有升幅 或者你觉得它很错 不是的,不是四五千万零用钱 是买完一间屋还有四五亿 四五亿? sorry 我说了一个零 所以我就想说可以变成一家豪宅 再加这么多次 对,说了一个零 所以是否叫大家一定要投资呢? 不是 我是想大家看回 用资产级别去看 以及用一个长一点的时间去看一个投资 因为如果大家常常在短期投资 或者看每个灯位 实有东西做得很好,实有东西做得很差 但是真实情况下 是有些什么是经过时间的考验 又可以做到一些很惊人的成绩呢? 在这十年里面 我们报一报一些大型资产级别的表现之下 是的,其实我们今天提到的比特币 在过去十年来说 是升了二万多的百分比 就是说说二百多倍 以往大家可能最熟悉的 我们常常用来做 例如存钱、存钱或存黄金、存楼 其实在过往十年 如果黄金是升了大概三十九个百分比 如房产 我们拿了中原指数去做一个比较的话 过往十年是大概升了三十二个百分比 所以我想过往十年来说 不同的一些所谓金钱的资产类别 表现都差很远的可以 以及可以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他经常说 比特币是金钱的其中一种 首先,金钱的定义 一定要有一个储存的价值 你什么都不做 你存了它 它应该可以保持购买力 黄金就做到这一件事 为什么做到很简单 有时候有些黄金 现在也有人发掘了 例如在墓里面 或者是有些古代的人收埋了 到今时今日黄金仍然有价值 它是保存到价值 房地产固然可以 可以存在很多代的人 又有用途 你可以住在里面 你可以租出去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法定的货币 即是每个月出粮的法定货币 究竟持续十年的时间里面 它有没有一个保存的价值 如果大家看一下 其实是应该没什么 因为为什么呢 大家都忘记了 原来我们的经济体系里面 是有一个叫做通胀的目标 有一个inflation的目标 究竟通胀的目标 通常的经济体系是2%的 昨天美国公布了 有3点多 3点多 即是通胀高 你要加持它 但是通胀是什么呢 就是在坍博你的法定货币 储存的价值 通胀就是物价贵了 你的钱便没有保存价值 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比较常见的资产级别 比特币是新潮少少 但是就做了一个这么惊人的 而且它基本上已经是可以贴合了所有金钱以往传统下来的定义 基本上它可以分割 又可以很容易就可以攀带 这些其实它全部都有它的 都做到了 但是其他就不是各样的 譬如说一层楼很难一尺一尺的买 或者整栋可以拿来拿去 是的 或者整栋拿来拿去 黄金也是很难拿来拿去 有时候又不会知道它是真还是假 是吧 法定的货币有时候也有偽钞 但是比特币是不存在的 因为它是有一个很强大的网络 有一个network 还有我们会形容是一个信心的网络 它是一个trust的network 嗯,没错 那么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了,我们下次再跟大家讲第二个题目 记得存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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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